跟他在一起两年多了 自从我毕业以后 涉及到工作上的事情了 我俩的矛盾就越来越多 我因为家里的关系 所以就想回家工作 我为他付出了也不少了 就想让他答应我这一件事 他从来不跟我商量 就为我做决定 根本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天天就是拿这件事情逼我 我肯定不舍得跟他分开 但是压力确实很大 我希望他能多给我一些理解 他不仅骗我 还在我工作中捣乱 真的让我忍无可忍了 到底男生做了一些什么 让女生忍无可忍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磊24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刘21岁来自黑东江 是一名销售 来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21岁都已经毕业了 我今年马上就快22周岁生日了 挺厉害的 挺厉害的 你是算同届还是高 我比他跳大一届 我是他学长 学长 学长怎么忍心对学妹下手的呢 喜欢是吧 对 是我主动追的他 谈了几年啊 两年半 差不多他一进学校就被你瞄上了是吧 对 没有逃出学长的魔爪啊 你现在是要 已经毕业了对吗 对 也毕业了 怎么了 他对你做了些什么 就是吧 他成年想着让我跟他回老家 然后吧 他就是做事情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不站在我的角度考虑问题 让我觉得吧 就是挺伤心挺难过的 伤心难过 你们现在在哪工作呀 在天津 不是说要回老家的吗 他这个资料上不是说河北的吗 是吧 对 当时我比他早工作一年 我问他的意见是在哪里工作 他就说要在天津打拼几年 我想劝他跟我一起回家 所以就在天津找了一个暂时的工作 慢慢的去劝他 让他跟我一起回家 河北很大 你们要回哪啊 回我的老家 苍州 回苍州 对 怎么了呢 那就好好的吗 大家协商一下不就得了吗 就是吧 我俩有一个三万块钱的一个约定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已经工作了嘛 然后就是我俩说这个事情 然后他说 我如果一个月啊 可以挣到三万块钱啊 然后他就在这陪着我 然后说 如果我要挣不到他 我就踏踏实实跟他回老家 然后我说可以啊 这个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 我就答应他了 也没想那么多 然后在我就是 排生意的这个过程中吧 然后他让他的朋友 说服他的朋友当托 来那个当我的客户 然后我就发现跟他这些客户 谈这个专业知识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们根本都是外行 然后他有一个朋友 就有点绷不住了 然后就跟我说 他这些什么用心良苦啊什么的 你说这是一个约定的话 这就 他为什么要作弊呢 他就属于作弊行为 你俩挺有意思的 这个约期是多长 你一个月挣三万就可以 一个月内 一个月内挣三万 对 要挣多久呢 只要一个月内挣三万 对 就算他赢 对 就能留下来 对 因为当时定下这个约定的时候 我就从来没想过他会成功 我的目的还是想让他跟我一起回家 那你也不能找人做托干扰人家呀 但是我看他工作那么卖力 我就开始担心了 担心什么呀 万一他真的成功了呢 那真的成功就 就留下来呗 你认赌服输吗 我的目的不是这样啊 我的目的是想让他跟我一起回家 我不能接受这个吗 你不能欺骗呀 你耍炸呀你 是吧 姑娘觉得耍炸 对 是的 这个约定就相当于没有任何意义了 然后还有吧 就是我临近毕业的时候 他想让我跟他回到家看看他妈妈 然后我说想着也可以 就去了 然后在他家吃饭 三个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就突然问我这些工作的事情什么的 然后他又说 对我上学的时候怎么怎么好 给我买什么什么东西怎样的 就感觉让我在他妈妈面前 就是特别下不来台 我觉得心里也挺不舒服的 听明白了 那当时确实是话赶话聊到这儿的 我想让你留在家里 这层窗户子早晚要捅破的 对啊 那你也应该说的是 他在学校对我多好 而不是在你妈面前说 你对人家姑娘多好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有多用心呢 男生是说 我要让你知道我有多用心 你们俩交往的时候他就这样吗 他对我确实是挺好的 就是去年双十一的时候吧 他做了一个就是挺让我感动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他也是欺骗我了 他干嘛了 他那个时候刚工作 他说他月薪能挣一万块钱 但其实他没有那么多 他只是在自己吹牛 然后他把那个我的购物车 他给我清空了 然后将近五千多块钱的东西吧 然后我就觉得当时挺感动的 就是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事 对我挺好的男朋友 然后还挺安慰的 然后就是觉得他就是逞能了 我觉得 后来你怎么发现他逞能了 就是因为想让我跟他回老家嘛 他又跟我说 他叔叔在老家给我安排了工作 然后我就觉得 你这件事情你问过我吗 你说你想让我在老家 有个什么样的工作 你问过我说 同意让你叔叔在老家 给你安排工作了嘛 从来都没有 太自作主张了 什么都不跟我商量 什么都骗我 我就觉得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明白明白明白 你在天津工作这一年怎么样 刚开始找工作 不可能会有那么高的工资的 我当时骗他也是想让他安心 因为我觉得我过得好 他才能更接受我 我问你现在怎么样 这一年待下来 现在我没有长久留在天津的打算 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呢 因为我的家庭条件比较特殊一些 我是单亲家庭 而且还是独子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是我母亲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 我觉得他特别不容易 对 我来天津上学之后 这么多年 都是他一个人在家 我特别舍不得他一个人在家 一个人在空房子里的那种感觉 他拉扯我长大用了十几年 那我就要用一辈子来陪在他身边 你想陪妈妈 可是陪妈妈也可以把妈妈接到你工作的城市 这也不冲突 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呢 但是由我们现在的收入 根本不可能在天津乍根 那姑娘你知道他回家的这种背景吗 了解吗 我知道他是单亲家庭 但是他做这些事情之前 他并没有跟我商量 那现在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摆在你面前了 咱们先不说要不要回老家 就是未来 你愿意嫁给一个对你特别好 你挺有孝心的 但是以后一定要跟婆婆 同事而居的这么一个男人吗 也可以 但是是这样的 就是我毕竟工作了嘛 他就接下来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令我无法安心工作 就给我工作捣乱 比如说他说他生病了 在社区一样挂点滴 然后我就请假嘛陪着他 到最后我就发现啊 这点的这点滴越来越不对劲 那是葡萄糖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这就是阻挡我工作 就不想让我去上班 嗯 手段有点哈 那你开始工作之后 联系我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我挂的点滴也确实是治病的 我只是 我确实是病了呀 我夸张了一点 我不夸张说你会来见我吗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同事跟我说 有人投诉我 我想啊 这我怎么能投诉我呢 然后来就是 我经过一番调查哈 发现就是他投诉我的 有这样的男朋友吗 给自己女朋友的公司打电话 投诉自己的女朋友 有这样事的吗 为什么 我想让你跟我回家 你不回家 那我也想不到别的办法 我只能想这些 外面邪道的办法 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先回家呢 我觉得异地恋 没有一个好结果的 所以我才留在天津 想劝说他跟我一块回去 也就是说 你实际是用一年的时间 在等他对吧 对 其实你的心早已经要回家了 对吧 对 你们之前谈过这个事情吗 就是一定要回家姑娘 没有 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上学嘛 我就想着找个工作什么的 毕竟年轻是一回嘛 我如果自己不体验的话 永远不知道 那是什么样的未来 然后我就觉得 他现在做事让我非常不满意 我这么说吧 我是一个快乐的人 然后我觉得他一天给我生活 带来特别多的压力 然后我特别不想跟他在一起 听明白 为什么两位今天到这儿来呢 我还是想让他 你是来挽留他的 是吧 你也爱他吗 爱 你希望他幸福吗 希望 如果他的幸福就是留在这儿 他就觉得幸福 你愿意给他吗 在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来扎根下来好 这是你说的嘛 可能对于这个姑娘来说 可能这么奔波 这么向上 对你来说是幸福的 是吧 是吗 是还是不是 我觉得他现在给我的压力挺大的 我由于我刚毕业 出入社会 他不应该给我知道那些负能量 我比你早工作一年 我了解的事情比你多 你说过以后会考虑跟我一起回家 可是非要等到 我们在这里打拼五年十年 没有起色之后再考虑回家 那万一有起色了呢 不会有起色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的薪水 不可能在天津扎根的 咋不会呢 因为我的工作没有上升空间 你回家会有什么 回家各方面的压力会少一些 女生怎么想 我现在就是觉得 他做的这些事情啊 太不考虑我的感受了 确实是你做的 投诉 对 找朋友扮演客户 对 忽悠他 对 他真能在一个月挣三万吗 你那么真的那么担心吗 他只要有哪怕一丝的可能 对我来说都是 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 既然你这么守承诺 干嘛你要背弃这个承诺 去使这种招数呢 当时定下这个承诺 我就是觉得他绝对不会实现 那我就很好奇 你们俩学的是同一个专业 对不对 他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个刚毕业的一个孩子 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个月可能就要销售 接近三万 那你为什么就没有空间呢 我特好奇这件事 为什么呢 我们做的方向不一样 他做的是电子销售 我这里是红酒销售 那你也做电子销售呗 可以调整啊 可是既然要重新来过 那为什么不能回家重新来过呢 不不不不 这两个人 我觉得你们俩特别逗 你知道吧 你们俩现在都活在自己的 那个空间和思维里了 他就是想着 总想着回老家回老家 就是这件事情 已经成为他的主心骨了 他已经没有闲心 再做其他的事情了 那我在天津待这么长时间 就是为了劝你跟我一起回去 姑娘你爱她吗 你告诉我 感情还是有的 但是我不想要这样事的一个人 就是我刚刚要谈好 有点苗头的客户 有一天他问我这些 关于客户的信息 然后我还觉得就是 他有可能是要帮我 就是分析问题啊什么的 然后跟他说 说完了之后 他就把这些事情啊 就是给我同事了 你这不就是胳膊手往外拐吗 他成天跟我说啊 我这个工作哪哪不好 这不行 那不行 这个工作不适合我 怎样怎样的 然后我就觉得 成天给我这些压力 我都喘不上来气了 我觉得我没有给你太多的压力啊 我们在一起两年半 我所有的事情都在迁就你 我只想要的是一件事 跟我回家 他如果就不跟你回家 你打算怎么办 那我只能是觉得 我没有跟他解释清楚 我还会去尝试跟他解释 如果他不愿意听你的解释呢 我还是会觉得我的解释不够 你会一直解释下去 我相信他会理解我 如果他就一辈子不理解 就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 当然也许在想出一个更好的方式 有可能都挽不回姑娘的心了 对吧 因为你确实做的这些事情让人听起来 我听着反正是有点害怕的 我的方法可能不太对 但我的决定是为我们的将来找下 不不不不 是为你的将来 跟他没有关系 你怎么是为他的将来呢 跟他的将来没有关系 他跟大小没有关系 在我的心里是有关系的 那是你不是他呀 在我的心目中 我们在小一点的城市里 生活压力会小 人家愿意有压力行不行啊 你不愿意 我愿意有 可不可以 就我在想 一个女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力 刚一毕业说 我为了留下来不跟你回家 你说三万就三万 而且我玩命干 我能干到 让一个懂销售的人 看到我有可能挣到这三万块钱 他得多大的动力啊 你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你得换一个角度和思维 姑娘我也建议你换一个角度 去考虑这个事 那角度究竟在哪 我们让老师来帮着找吧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姑娘你一直在说 他给了你压力 但他给了你不是压力 他给的你通通都是否定 你这个人是不行的 你没有能力 你做不好 你想证明给他看 我行 我什么都能做到 所以如果一个爱人之间 永远在否定对方 永远不认可对方的话 那可能连谈恋爱的基础都没有 因为我们去谈恋爱的基础是 我认可你 不仅是你的外形 还有你的内在 如果我连一个人的内在 都不接受的话 这原本就不应该去谈恋爱 男生啊 做人一定要有原则 不可以做一些违反道德的事情 你既然跟他做了一个契约 契约精神里边 平等 自愿 自由 你通通都没有 你是在使诈 而且你使诈的同时 是毫不顾忌对方的感受 其实同样的 你是把你的朋友也拖下水 假设你真的是在做销售 然后你想用你的朋友来帮你的忙 然后以这种商业的 欺骗的方式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 你可能会负商业欺骗罪 你认为 我是一个很坚持的男人 男人是应该坚持的 但你不叫坚持 你是叫固执 因为你只有你自己的想法 而没有别人的想法 不管对方痛了 还是难过了 我通通不在乎 所以我觉得很可怕 而同样回过头来 对女孩也是一样的 你坚持的想留在天津的原因是什么 就刚刚毕业嘛 然后我觉得我对工作的 你有真的想过要跟她走吗 你有真的想过 要跟她回到她的家乡吗 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她 若你就回答我 可以回去 还是不可以回去 现阶段不可以 你要等多久才可以回去 是否也得三五年 那也就是 如果要五年的话 你等还是不等 我等不了 她要五年 你等不了 那你何必强求呢 而且同样对姑娘也是一样的 有些时候 模琳两可的话会很伤人的 你真的能接受跟她下半生 选要陪伴妈妈 陪在她身边 你真的能接受吗 嗯 陪不了 所以陪不了就说陪不了 曾经你们是爱过 但是到现在 面临现实问题的时候 你们两个的确方向不一样 既然方向不一样 就不要去强求 强求来的东西 都不会幸福的 你爱这个女孩吗 爱 你相信她爱你吗 信 真的信吗 嗯 真信的话 为什么不能一地恋 河北和天津 沧州并不远 暂时的异地恋 没有问题 你可以去陪你的母亲 也可以在那当地去找一份 你觉得适合的工作 为什么 一定要让她跟着你回去 其实本身是你没有信心 异地恋 那是因为你根本对你们之间的感情 就没有那么强的自信 或说到你自己内心深处 你真的爱这个女孩吗 她摔倒了 摔伤了 你心疼吗 会 会心疼 嗯 她在工作上受到挫折 你会心疼吗 压根不会 见不得你所谓爱的人比你强 你拉她回去啊 是觉得如果你们一定在天津的话 她的能力在工作范围之内 一定会比你发展的好 你会怕她看不起你 所以呢 你就花一年的时间 让她回去 回到那个地方再说 还有 你对母亲真的这么爱吗 是的 好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她不回去 一年你为什么不去陪你的母亲 为什么不 在这个阶段 你是选择了爱人 你怕爱人会失去 没有选择你的母亲 你母亲要求你回去吗 她没有说 没有说 完全是你想的 对 为什么不能换位想 如果你对自己足够有信心 对你们之间的爱足够细心的话 两种方式都能解决母亲和你在一起 第一种就异地恋 你回母亲身边 第二种让母亲来 因为你坚信我们在一起 是可以在天津发展的很好 并且给母亲足够的关注 但是前提是 你有跟母亲 你有跟母亲商量过吗 母亲真的觉得要跟你在一起才是最幸福的吗 她有没有自己的圈子 有没有自己生活 你有了解过吗 主观异端 把这件事搞得乱七八糟 而最最关键是说你根本不足够爱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明明是在工作上有所成就的时候 你背后捅刀子 这是爱人能干出的事情 所以这一点证明你根本就不爱这个女孩 你之所以要跟她在一起就是占有她 就是怕失去她 女孩我问你一个问题 假设三万的约定你没有达到 你真的心甘情愿跟她走吗 真的走 那是在发生这一系列事情之前 现在如果还是那句话 还是那个约定 三万你没有达到 你还跟她走吗 为什么 因为我没想到她能这样 她能让她的朋友来当托儿 所以说其实你对她根本就不够了解 那个约定你觉得可能就是我 暂时妥协的一种方式 能给我一个月我还能争取一下 但是可能到那一个月 即使你没达到恕我之言 我也不觉得你能跟她回去 你知道她的家庭状况吗 你们谈过今后要怎么去生活吗 今后你们的规划是什么 根本就没有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谈什么 就这样是吧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附老师 男生他绝不会去觉得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受伤的是女生 他觉得受伤的是自己 是吧 对 他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是一种 不择手段的行为 给女生造成了伤害 相反他认为 我这一年生不如死的生活 其实都是为了能够劝你跟我回家 其实这一年他很痛苦 工作工作自己不喜欢 生活生活没有希望 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 能够把你说服跟我回家 对吧 我们回顾一下 这个男生跟你相处的整个过程 最初你是看不上他 后来是经过他苦苦的追求 你才答应了他 后来你跟他在一起了之后 他早就打算好了要回家 但是他不跟你说 他知道说了可能行不通 因为他是那么苦苦的把你追到手 万一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旦说出了要你跟他回家 苦苦追求到手的猎物 中途飞了 更是得不偿失 所以我憋着不说 我准备花一年的时间 来说服 女生是一个比较爽朗和阳光的女生 面对困难百之不恼 我愿意去干 而他不一样他内心充满了阴霾 他做任何事情先想到的是悲观 心中充满了负能量 就是别人在努力干事 我不光不努力干事 我还把你的事给搅黄了 告诉你不行 所以你们之间根本不是什么 所谓回不回家的问题 也不是在大城市留得下来 留不下来的问题 两个人根本是不同的人生观 不同的价值观 不同的行为 你们两人怎么可能走到一起 你跟他在一起会有一种本能的痛苦 所有的爱心都是建立在希望的基础之上 当我在往前走的时候 我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毕业生 我需要得到的是支持 需要得到的是爱人之间的成全 我需要的是这样的阳光的刺意生长 而他不是 他做不了这一切 他所做的是你看 我不如你强吧 你也不能强 我得拖你的后头 我觉得这不是爱人的思维 没有谁为了占有对方 而把他从高处往下撤 所以你们两个人完全不可能 但也不用恨他 也不用恨他 就这样 谢谢老师 男生大概要重新审视和认识一下 我有几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 你今年是二十 四十 母亲今年 五十 有考虑过未来 也许他会有自己的生活吗 不知道 跟他聊过吗 没有 你接受他未来可能有自己的生活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所以其实你如果真的去爱他的话 你从来就没有想到过 对于他来说 对于一个寒心如苦 把儿子拉扯大 现在只有五十岁的一个女性来说 他更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爱 是一种怎样的关怀 所以其实如果你的母亲 想选择另外一种生活的话 你是不会同意的 对吧 对 所以你压根就不是因为说我要爱母亲 而是在你心里面有一个 你认定的一个价值观 所以以后千万不要再拿这个东西说事了 你做所有事情都在绑架 你爱过你就跟我回家 这是对爱的绑架 妈妈我回报了你 你就不可以再有自己的生活了 可是那样真的对他们公平吗 好吗 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之后 你能够回去好好地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去爱 但是爱的不要自私 好吗 好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港中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的黄金六十秒 我们两年了 我还想把你留下 可是你一点都不了解我 你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你带给我的都是 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 你每天都在给我洗脑 我现在不想要一个这样的男朋友 我也希望你这未来的路上 也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吧 就这样吧 我还是不甘心 我会改 我真的会改 你看我一眼可以吗 你改什么要问一句行吗 我会改掉我的性格 性格也能改的 兄弟 过去二十四年当中 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可能出差了 重新来 重新开始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要跟一些人和一些事要告别 人生就走得坚决一点 好吗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吧 希望今天这个节目 是这个男生一个新生活的一个起点 重新认识自己 今天三位老师的话 对他来说就没有白讲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请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IP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狗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男生的选择究竟是什么呢 请开门 来 这显示能接受吗 能 真能接受啊 能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看见他 你摸摸胸口 你真的喜欢他吗 其实你不喜欢 我告诉你 喜欢人有一种感觉 就是总想为他做点什么 唯恐自己 不能为他做点什么 但你做的全是阻挠 能接受啊 能 其实接受了自己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在成功之后是否还能对你始终如一 否则的话还是切心切珍惜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